台中五役高中生案二审下午开庭 夏姓男子穿着蓝色条纹T恤这件衣服 他在一审的时候从头穿到尾 这次也没有例外 今年六月底他被依未造文书罪 一审判处一年六个月徒刑可以上诉 在庭上他提到 他和高中生搭电梯上楼时 对方还有笑容 哪知道后来就寻短 这时候夏姓男子哭了 当庭拿出了卫生纸擦眼泪 结束要离开时 声援高中生的民间团体人士 一路追着他骂 在庭上夏姓男子提到 他完全配合调查 最近检警还查扣他手机 他就得再重买一次 但是外界对他充满阴谋论 质疑他对遗产没有抛弃继承 这是他不想坐实外界对他的指控 而且他到现在也没有对遗产继承 做出任何的主张 如今也已过了抛弃继承的实现 这些表述让旁听的声援人士 非常火大 因为民众情绪激动 夏姓男子没有回应记者提问就离开 这起案件除了未造文书罪 家属提出的婚姻无效之诉 也在进行中 不过高中生的其他四个年长兄弟姐妹 也提出参与诉讼 被解毒也将影响财产继承 而家属提出的杀人罪 被发回地检署续查 而高中生的生母申请台湾国籍 也还在进行当中 三天新闻 曹盛章 张玉坤 台中报道